一间位于台中的时尚牛排餐厅 两层楼挑高设计走欧式典雅风格 气派优雅的空间氛围 让每位来的贵宾可以平价地消费 享受到五星级的服务品质 今天因为设计的单元 我们来到了台中中港路的红厂牛排 访问到的就是红厂牛排的副店长林俊为 林副店长您好 请副店长跟我们谈一下 你们的餐饮上面的最大特色 还有你们这些设计理念 以红厂金属创意牛排来讲 我们以集团我们母公司 本来就是肉品进口部分 然后进口进来以后 就是拼在我们自己育博自己的餐厨里面 那之后就是我们还有全台湾第一家的GMP食品工厂 在南投厂 然后再经过南投厂的量产 然后之后再用我们自己公司的育棚的物流车 再配送给我们两家分店 那再经由我们主厨精心料理 然后更可以给客人更优惠的一个美食饗宴这样子 听说你们的牛排是你们的这个一大招牌嘛 而且呢你们所有都要经过所有的厨师们 主厨们一起评比对不对 对 我们只要要上一道菜 不管是主餐或副餐 都是需要我们主厨副主厨 甚至领办一起做研发 大概有五六个人经过评比 然后给所有同仁用过以后 大家打分数 第一名的就会上到我们的菜单上面这样子 这一道是香蒜奶油后切牛排 OK 它是你的人气商品 对 因为它这一块在碰条前 我们会经过厨师的特殊按摩过 所以它会比较软嫩 像这一道的话呢 其实是以原味助长对不对 那以这块牛排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除了它原味炭烤以外 这块牛排它比较多的油花的部分 然后再搭配我们特别的夏威夷黑盐跟红盐这样子 那还有一道呢 就是你们的这个前菜也很特别 是你们这个七年来不变的菜单 就是很多菜单呢 都会在一个月当中会去做一些更新 可是事实上这道菜的话 基本上是受到大家的好评 很多客人或者是小朋友来的时候 都会固定点这一道菜 那它主要有干贝以外 我们还加了比较浓郁的一些起司的部分在里面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会比较浓郁一点 这个冰激苏打它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们就是有做一些像橙吃一点的改决 下面我们是用葡萄汁的部分 上面就是用汽水 包括了像甜点 这个甜点的话你们也是就是隔一阵子 也会去做一些更动更新嘛 对 在这个设计方面除了这个很好的很棒的这个佳肴之外的话 就是你们整个设计这个餐厅的氛围 我觉得一走进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宫殿的感觉 因为有很多的罗马柱 而且呢你们的餐厅非常大 以牛排馆来看的话是真的很大 以我们餐厅来讲的话 目前的话是有220个座位数 就是一楼加二楼 那我们有一间大概四十几位的包厢 可以提供给团体聚餐这样子 那装滑的部分我们就是像刚刚讲的 比较走欧洲宫廷式这样子 是 感觉上还蛮高雅的 好像很高级 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的价位 其实没有 我了解了 就是高贵不贵了 其实你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平价 所以让大家都可以来享受 不管是全家人或是小朋友来 都可以一起来共同享受这个美好的餐点的一种气氛 主厨强调五感入味 以色、香、味、形、气五大元素为出发点 无论食材、料理或餐具皆精心挑选 提供色风、鲜香、味美、形多样与气质的五感经验 请不吝点赞订阅